小姑娘使劲的点头 嗯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 那时候包就摆在那了 啊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 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 那 你看见包里装什么东西啊 大宝剑我总是故作 有人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 中间夹着死人 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 废话 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女警说道 嗯 准确的说不是尸体 是尸块 啊 我说嘛 林涛在一旁广然大悟 一边比喻过一边说 我还在想 这么小一个袋子 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 加一床棉被呢 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 眼睛 眼睛笑了笑 不是不是 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声 没有腿 小姑娘使劲的摇着头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 现场 现场勘察员们在蛇皮带周围的站牌 垃圾桶 隔离带 铁篮杆和地面进行了勘察 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脚印 这些指纹和鞋印中 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呢 则不得而知 换句话说 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 就是那个蛇皮带和里面的棉糊区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议馆前 我还是不放心的问身边的女警 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 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 前后左右五百米内 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 我们早就向文部门反应过了 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这下发了这起案件 不幸他们还不重视 那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呢 嗯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代的监控情况的人做案 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性 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做案 因为我们是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 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剖尸 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 我敢肯定 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 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性命的说法 那你的意思是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面出来的人抛尸 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的摇了头 有都是有 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 没人休 也就是说 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 有也没用 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 你看 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摄皮袋 即使有监控 你能分辨哪一个摄皮袋才是现场的摄皮袋呢 就是啊 这样的摄皮袋是流行怪 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听林涛这么说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 笑而不渝 我总总监 好吧 看来我们的监上的担子不清啊 不容耽搁了 去兵衣馆吧 走出车门 艰难的挪到我们的车旁 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哎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些人看什么呢 能看到什么呀 尸体都运走了 呵呵呵 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 所以才看嘛 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 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 还是在一档二档中不断的变换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林涛问 哎 你说 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 还是跨地域抛尸 我只能说 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 还真就不好查了 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 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 我们去哪查呀 大宝说道 我觉得吧 是究竟保持 如果是坐火车的话 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 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 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 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查 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 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 林涛点头赞同 我也觉得 是从外地丢过来的 所以凶手用这么一个普通的尸皮袋来打掩护 那照你们这么说 这可是四省交界的地方啊 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 那咱 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糖呢 咱们得有点自信 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转眼间 我们就抵达了 位于市郊的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 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 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 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 估计这些市领导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吗 开进这个夸张气派的殡仪馆 我们很快就看见了 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 森原市公安局 法医学尸体解剖室 解剖室内 五六个人正把解剖台 围得水泄不通 看我们走进来 森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 肖剑 赶紧摘起手套 走过来和我们握手 肖大队长也是法医出身 是一个矮矮壮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即便他现在承担了森原市 所有重大刑事案件的指挥工作和责任 但是每一具需要解剖的尸体 他都会亲自上台解剖 他的一句 法医是最优秀的刑警 我们干法医 全靠一腔热血和热心的满腔的热爱 感动了无数新入境的法医 他精湛的专业技术 也让他基身全省法医专家行列 成为唯一一名进入省法医专家组的 县级公安局外的法医 你看看吧 肖大队长让几名实习法医站到一边 露出解剖台上的尸块 虽然看惯了尸块 但是看到这样的尸块 我还是不自觉的皱了皱眉头 解剖台上 放着一具女性尸体的躯干部分 因为血已经被放干 皮肤显得格外苍白 白的让人毛骨索然 尸块就是一个躯干 没有头 没有手脚 孤零零的躺在那里 让人感觉格外怪异 我慢慢穿上解剖装备 和肖大队长一起走到尸体方面 这副躯干 属于一个身材极佳的女性 看皮肤年龄也不会很大 四肢和颈部的断面的肌肉 因过度失血 已经显得有些白 我掀起尸体 看了看后背 尸斑几乎没有 看来死者是死后不久就被分尸了 肖大队长点了点头 尸斑的形成原理是 集体死亡之后 血管通透性增强 红细胞渗出血管 浸染到软组织内 在尸体低下 未受压的部位 形成红色斑技 但如果死者死后 随即被分尸 血液会从断裂的大血管当中流出 体内血液大量减少 尸斑自然也就不明显了 这颈部皮肤的断口 怎么好像是有一点生活反应啊 我看了看颈部断口 死者的颈部还有一半 凶手是在死者第四颈椎附近 横断了死者的脖子 看得出来 这名死者生前有着纤细白细漂亮的脖子 断面有很多皮靶 错综复杂 有几处皮靶的皮肤组织 看起来还有些冲血反应 这些冲血反应是生活反应的一种 颈椎也不是从椎间盘撞开的 而是硬生生从颈椎中央部分剁开的 生活反应 一个戴眼镜的实习生惊讶地问 斩首 斩首这种手段在当今社会确实很难见到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 如果是活着斩首的话 断面生活反应会非常明显 死者的生活反应已经不甚明显了 所以我分析应该是斌死期的损伤 哦 那就好 说明他已经不痛苦了 我看了看死者四肢的断面 看来这个凶手对人体一无所知 他一定不知道有关节这个东西 肖大队长接过话杂 是啊 所有的断面都有明显的劈判 骨骼都是被硬生生的砍断的 关节枪反而没有受累 这得费多大的劲 才能把一些像鼓鼓这样的最硬的骨骼砍断呢 凶手确实费了不少力气 每个断面都有数十片皮板 说明凶手把每个肢体分离都划了十几刀 他割开皮肤和肌肉之后又剁了骨头 林涛在一旁捂着鼻子 回过去 我现在基本能想象得出现场有多么血腥了 肖大队长问道 天长 你看分尸工具有几种啊 嗯 我觉得割皮肤和软组织的刀具 应该是很轻便顺手锋利 而剁骨头的刀 应该是很重的菜刀 这两种特点无法在同一把刀上具备 所以我认为有两把刀 肖大队长点头赞同 死者刚死 凶手就能用两种刀来分尸 说明死者应该是死在一个家里 这个家应该具备这两种刀具 我突然想起一事 赶紧拿起剪刀和纸鞋钱 取下死者肢体断面的一小块肌肉 又用纱布擦蹭了一些死者的鲜血 刀大队 你拍个车 先让人把死者DNA赶紧做出来 放弃失踪人口库里面比对 认定失源是最重要的 对 林涛带着白手套的双手 正捧着一个红白蓝相间的射皮袋 顺便帮我 把这个送回技术室 我要在这些尸块的包装物上找找线索 看着警车离去 我们继续开展尸检工作 肖大队长 你看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 我们怎么定的 这没有办法定 这个季节 加之有棉被包裹 腐败程度不重 一天到一周都有可能 还好尸体的一些重要部位都没有丢失 我用止血钱 夹住了纱布 塞进死者的生殖道 做了一份阴道擦拭物 进行人体经斑预示验 会阴部和生殖道没有任何挫伤或表皮剥脱 经斑预示验也呈阴性 看来死者死亡前没有遭受过性侵害 肖大队长正在用两把止血钱 整理颈部断面里面杂乱的软组织 我看呢 年轻女士被碎尸 不是因为性 就是因为情了 哎 蛇骨在吗 颈部横断的位置 正好是蛇骨的位置 没有找到 看来是没有了 这样找有些费劲吧 我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术刀 可以打开了吗 肖大队长直起腰 哎 别急 我总觉得尸体的全胸部位有些异常 你看到了吗 我仔细看了看 觉得死者两辱之间 仿佛有一个苍白蛆 我想到自己在实习时 办过的一起案件 正是因为死者胸口的苍白蛆 我们确定了死者生前 被约束过 而这处约束伤就成为了案件的突破口 因为死者的皮肤很白 加之过度失血 更显苍白 所以这个苍白蛆并不明显 我拿出酒精棉球 在死者两辱之间 反复擦拭 慢慢的 苍白蛆显现了出来 肖大队长真是专家呀 若不是你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苍白蛆 我打开胸腔之后 就破坏了这个证据了 肖大队长点点头笑着说 是啊 这个动作是可以在破案之后 印证犯罪分子口供的证据 不仅如此 一般压凶的目的是什么呢 强奸 恶警 破五鼻 那么我就要着重重点来看一下死者的警部了 如果能找到确切的证据 至少可以在缺少头颅四肢的情况下明确死因 一般杀人导致死者机械性窒息的案件 尸体头部和四肢可以提示出很多窒息争相 作为明确死因的参考 如果头部四肢缺失 确定机械性窒息就会缺乏很多的指证 尸体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 肖大队长指着尸体右侧乳下的一个疤痕说 这个疤痕可能很关键 我点头说 嗯 这应该是个胆囊手术的结构 而且结构表面的肉牙组织还很粉嫩 说明手术的时间并不长 嗯 依我看 从手术到他被害应该在两个月左右 那就好办了 残院 两个月前做过胆囊手术的人应该不会太多吧 大宝这么说头 我接过话上 如果死者的手术 是在森园做的倒是好办 但如果失败的人 怕是就没那么容易了 别忘了 刚才我们在车上还在分析死者应该不是本地人呢 肖大队长和李大宝一起点了点头 肖大队长说道 如果是外地人 摸牌工作就无从下手了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从本地人查起 天洁包 死者背部肩颊屋内有明显的挤压状出血 我们先打开了死者的背部 这符合生前被人按在一个平面上挣扎所致 和我们之前发现的胸部藏牌区可以对应起来 死者颈部肌肉虽然被血液浸染 但是可以看得出 有些深层的肌肉的片状出血是孤立于这些浸染的血迹的 呃 是的 同意你的意见 胸手应该是用膝盖顶住死者的胸部 掐压他的颈部 导致他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正在解剖死者胸腹腔的大宝说道 内脏器官有一些真相 心脏可以看到有出现点 可以支持死者系窒息死亡 诶 死者的胃里有东西 别动 我制止了正准备用刀划开死者胃组织的大宝 胃内容我来看 我用细线结扎了死者的胃两端 小心沿着胃小弯划开胃组织 死者的胃里有一些石迷 不多 我把胃内容物倒在一个筛子上 抬起来闻了闻 拿到解剖床一头的自来水下冲洗着 哎呀 你怎么喜欢这玩意啊 哎呀 我蹲下去了 我没理会大宝 看着筛子中这些糊状的物体逐渐清晰 石迷中有青菜叶 辣椒皮 西红柿皮 炒鸡蛋末和海带 当然还有淡淡的酒味 哎 你有什么用吗 找喜欢吃这些菜的 我白了大宝爷 当然不是 有大用处 卖个关子吧 回头专案会上说 肖大队长看 谢谢大家